纷纷扰扰一个星期的爪一书法课题 虽然面对外界的争议 不过教育部在今天傍晚发出文告说明 爪一书法政策会照跑 这一份教育部的文告共有六段 文告也说明 爪一书法早在2014年已经计划 当时也已经跟许多语言和教育专家探讨 文告更强调 爪一书法是为了融入马来文化及国家身份认同的价值 而爪一书法也传承马来文化 与马来文化为国语的地位一致 且在国徽及周徽甚至大马纸币上可见 因此教育部决定继续落实爪一书法的政策 同时建立一个互相了解 及巩固对国家文化认同的马来西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